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我发上拳怎么打 下拳怎么打 前三板发完该怎么打 这它涉及到一个是发球的力量 控制的落点 还有旋转 在这节当中 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去用八个课时的时间去把发球这个技术练好 对我们队员也好 业余球迷也好 将来整个乒乓球技术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发球发得好的 基本上你在打比赛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好 这节课我们就开始讲发球 好 在发球当中 下旋球稍微可能要用手腕的力量大一点 那么上旋球相对容易 为什么呢 上旋球只要你用手腕往前摩擦就可以 那么下旋球往下摩擦 它的力量啊 控制啊 对球的吃球的深度就有要求 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先学上旋球 我们的基球点在哪里 比如说我要发上旋球 对吧 我要发上旋球 我的基球点应该是不能靠下的 对不对 靠下 力量往下 那就是下旋 那么应该是靠上一点 中上 对 那我如果这样子去发 它这个球就会产生这样子的旋转 对不对 那是勾手的话 它这个就是上旋 你看这个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上旋 那如果说是正向摩擦的话 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上旋 反手发的时候 它是这个位置 它这个就是上旋 撞出去 对吧 这个基球点一定要清楚 如果你想发上旋 你的基球点 发成这样子就变成下旋了 基球点 它吃球的位置 决定它这个球的旋转 知道吧 你如果说是我要发上旋 撤上 那肯定是在这个点 这样子戳过去 它肯定就是上旋 第二个我们讲的是发球的时候 跟同样重要跟拉球 同样重要的是拍头 那么拍头是看你发每一个动作的拍头都不一样 圆着来像这样 离我们身体最远端的地方就是拍头 你看这里近啊 离我们身体近啊 这里离我们身体远啊 是吧 这个拍头 那我如果发 左侧上 那我的拍头肯定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最受力 那我发勾手 它的拍头肯定是在这个位置 最受力 那我发上旋 这个拍头肯定是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 这个力量一边发的时候都要拍头 都要走到拍头去 把整个力量传过去集中到拍头 这个 这个就受力了 而如果说不在拍头 在这些地方它就产生不了旋转 比如说我这个发上旋球 我发到这里来了 这样子就又旋转 就旋转不了 所以说你要对好点 对好这个点还要对着球拍上对应的点 所以说拍头要要特别要注意 你平时你发下旋经常发失误啊 你们就这样子 就能往往住啊 那就是没有对好拍头 你要对好拍头 比如说我要发这个球 我对好这个拍头 这是送过去 它肯定就过去了 是吧 你要对好那个拍头 第三个就讲了区域 就是球台的区域 那比如说我要发短的 那肯定区域在这里 我要发长的 区域肯定在这里 这两个区域是对应着那些区域的 那比如说我要发短的 我发在这里 那往往住了 是吧 那我要发短的 我肯定的进去 那就球就肯定短了 那发长的 你同样 你发长的 你是区域的在这里面发出来 那球肯定就会往住 那只能在我们身体旁边端线的这个位置 这样子就出去了 你看这个位置出去 这个是区域 而发短呢 我肯定要进去一点 那区域就好 是吧 相对应的 落点结合 第四个 我们讲落点结合 发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有长有短 我发一个球 同样一个动作 肯定要长短结合 长短落点结合 深浅的结合 比如说我发这个球 天天发这个球 短是短了 但是它没变化 没有落点变化 全不是在这个位置 你看 那如果说我同样的动作 有长有短 它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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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变化了 知道吧 所以说我发长 这个时候 我同样的动作 我有长有短 短的 长的 同样一个动作 长短的 这种感觉找出来 而不是 每个都是这样子 人家都很容易实验你的旋转 短 突然蹦出来 蹦长了 是吧 还有这两个落点 我给一个正手 我这个动作发到正手位 这个动作我发到那个位置去 把对方调动开来 第五个就是发力方向 你发上旋轿的发力方向在哪里 发力方向总不能往下发 这个是下旋 发力方向一定要往前送才转 然后我发砍呢也是 砍呢也是往前砍 是不是 那如果说是 往下砍就下旋了 所以说发力方向跟你的球的旋转是 成比例的 你看我发力方向 哎 这往下不下旋吗 你看 哎 我往前 对吧 同样 它不是上去吗 你看 往前 再看一下啊 你看 往下 往前 往下 往前 这两个动作是一样的 但是它是产生的旋转是不一样的 发力方向 知道吧 最后一段我们讲了 发球一定要学还原 你发完球 我发完球了以后 这样子 你看 这是不还原 发完球 身体正对着对面张开来就还原了 是不是 你看我 发完 这个就是还原 那么这是没有还原的 看好啊 这是没有还原的 那人家打过来你就掉板 你就跟不上啊 你看 发完了以后在这里还看着球 过来你就急急忙忙 先还原 发完 出手完以后 马上还原 面对球台 这样子的话就一个良好的习惯 要有一个良好的习惯 发球一定有个还原良好的习惯 对吧 挡住了 挡住了吗 来 来 好 刘晗上拳 还原对直接往前冲过去 对 再快一点 慢了还是慢了 好发短的上线 就是这样子按力用去发短的上线 把正手位短正手位短拼中路 对还是长了啊出来啊 出台了 出台了 正手位短 对两跳在台内的 好你来 要控制好力量啊出台很容易给人家打 不转 压一点 对身体绷上去 抽住 出台了 我又要转又要使出镜又要不出台 对 好 你看这个效果不是挺好的吗 好 好那么这节课的上线球我们就交到这里 注意一个发力方向 撕球的拍头 还原 拍面的角度也很讲究 拍面的角度如果太平的话 这种发出来都是下旋 往下踩都下旋 一定要 拍面一定要稍微立一点 这样子才能发出这种强烈的上线 那么的话就是很多球迷急于求成啊 他在发球的时候 可能说是我发两个就以为行了 他就不耐烦了 其实像高手发球 他都是长年累月 一年两年发出一个好的发球 不管是在旋转 弧线 落点 反正发球以后的连续上都有很好的心得体会 那么 也希望大家球迷在家里面 自己家里面地下室啊 有球台的时候 买他几百个球自己在那里发 这样子通过我们的教学篇 慢慢的看一边看一边发 那么你可能你就 半年以后你就出来的发球就非常好了 好 这节我们就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